民国102年1月30号 当年桃园县府召开航空城发展论坛 需求各界支持与支援 并成立桃园航空城推动委员会 广要各相关领域均领导地位的重要人士 共同来筹筑桃园航空城发展咨询顾问团 要更好的来推动桃园航空城计划 因为我们希望航空城 既然是爱台12项建设旗舰计划 它一定要有一个国际的一个标准 一定能够是一个很成功很进步很先进 能够代表台湾国门之都这种光荣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们展开这样子的一个论坛 透过公开的这个招标 我们已经请了殷商的奥亚纳 这是世界级的规划团队 来参与做我们航空城发展的一个总顾问 那这样子的话 让大家对我们航空城发展会更加的有信心 我想我们中央跟地方一定携手合作 而且我们会把这些所有的这个确定的事情呢 我们会开始展开 让全桃园县的人都知道它对桃园的意义 让全国人都知道航空城对台湾的意义 当年桃园县府也与殷商奥亚纳签约 由该公司出任航空城发展的总顾问 并正式宣布对外公开招标 当年桃园县长表示 期盼借由桃园航空城发展国籍论坛 一方面让国际企业指导台湾是值得投资的地方 另一方面也让社会大众了解目前的进度 带给民众信心 剧场综合报道 带给民众信心